政府期後也宣布 會對自由行政策的實施成效 進行全面的回顧和分析 其實現在不少內地的旅客 除了來香港之外 也會同一時間去澳門 究竟香港和澳門的景況 有沒有哪方面可以互相參場對照 甚至在旅遊承接力問題上 互相照應呢? 今早的香港家書 我們也請來澳門立法議會議員 吳國昌說說他們的狀況 特區和內地交往的變化 例如今年春節 聽說香港各個景點逼滿人 而我們澳門關閘關口都由於旅客太多 出現在現場是逼爆起控的混亂局面 我們兩地現在同樣是出現了 旅客乘載率超負荷問題 澳門比香港更加小 大概相當於香港十幾個行政分區其中一個 澳門回歸以來 內地來澳門的遊客 已經由1999年的160萬人次 激增到譬如2011年的1600萬人次 剛好是十倍 只要來自遊客身上取得的博彩無收入 相應也有是130億 激增至是2679億 超過20倍 當時為了挽救港澳經濟困境的自由行政策 在澳門來說 無疑是造就了經濟繁榮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 不過近年來以內地遊客為主的遊客數量 已經超越了特區的承載力 所謂過游不及 超越了特區承載力 一方面是破壞特區原有的社區環境 導致居民生物質素下降 居民原本日常在我們社區裡面 取得的服務、用品 越來越難找了 另一方面 節日迫爆關口、碼頭 都令到遊客不能夠獲得合理的觀光 優閒的空間 令到旅程的質素是物非所值 這種情況看來 今天港澳特區都有共同的體驗 對於特區每年旅客乘載力 極限澳門的官方就一再表示過 說有研究有監察的 但是官方依據的研究是將乘載力 人的生活質素惡化去換取是經濟的數字 只是集中去增強通關的設施 事實上澳門官方判斷 而在2012年內地遊客為主的入境旅客總人士 其實已經突破是2800萬 今年春節黃金周 入境旅客的人士比去年 就增加了15%以上 也就是說 即使以官方的標準 今年開始 遊客已經突破了 承載力極限 現在民怨四起 澳門特區政府幾天前 決定由政策研究辦公室 研究自由行的效應 由沒有研究到開始研究 當然是擺出了姿態 今年春節之後 我們在立法會也提請政府注意 就是說 儘管過去放寬自由行的政策模擬 已經發揮推動 特區經濟發展的強大作用 但是 現在實在有必要反映實況 尋求優化管理 由於特區面積有限 承載力有限 過量遊客已經嚴重影響 本地居民的生活環境 近日 接日是陸續發生 因過渡劑逼 而可能導致到 不幸事件的這些危機 那特區政府是應當 正式向中央政府反映 我們存在力已經達到 極限的實況 要求對自由行的實行優化管理 確保內地同胞來 我們特區旅遊 是要有合理的優行活動的空間 由於同樣情況 看來在香港特區也發生 所以在立法會裡面 我們提請 是不是你應可以做到 尋求港澳配合 或者港澳聯手 向中央反映意見呢 除了暫緩擴大自由行之外 一個初步的設想的機制就是說 譬如每年 是不是可以讓 港澳特區分別 作出檢討研究提出的意見 讓中央政府及時 去調節自由行審計的數量 分別去適應兩個特區的承載力 維護兩個特區的社區環境 同時都讓遊客獲得合理的官方 休閒的空間 由於鄰近地方來特區一千多行 以及在內地市 實在太過容易招致嚴重負面 效果是不宜推行的 我們都提請特區政府是要積極主動 分明實況 令到區制的交往集中在能夠 產生互惠正面效果的方面 趁著這次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來到澳門 我們在澳門也都已經 將這些意見公開遞交 要求他們關注 事實上澳門特區地方比香港更加小 幸好我們澳門暫時是頂住了一千多行李澳門 是還未實施 否則澳門的情況更加是不堪設想的 展望未來幾年 特區去配合諸三角發展規劃 以及實施越港越澳合作框架協議 他們積極參與是勢勢必然的 或者期望兩個特區 在適當的情況之下 可以配合爭取或者聯手爭取 務求去優化管理摘線而行 大家保重 吳國昌 2013年2月23日 在上個月本港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亮曾經說過 旅遊設施並非無限 政府只是就多方面作出評估 包括對旅客的承接能力和市民的關注 而完成評估之後 也希望在短期內 將結果向中央反映 令香港市民的生活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而一海之隔的澳門 澳門政府也同樣在做相同的工作 前幾天他們也宣布 會由他們的政策研究室 研究旅客的承載能力 不過香港和澳門不同的一點就是 現在深圳戶籍的居民可以用一簽多行來到香港 但暫時 珠海的居民都未能以一簽多行去澳門 在去年9月多的時候 也有消息指 內地相關部門正在研究著 珠海戶籍居民一簽多行去澳門的問題 但在剛才的香港加速中 澳門立法會議員吳國昌認為 暫時不適宜推行這個政策 他還認為港澳兩地應該攜手向中央反映 做好旅遊規劃 聽完香港加速之後 我們會有《投資新世代》 歡迎帶馬來172311 跟主持人聊天 大師 甚麼事 哪裡有得學防火知識 青衣有得學 今天下午三點 青衣海濱長浪 香港電台第一台 香港消防處合辦 葵青區防火委員會協辦 新春開心消防日 大把東西學大把東西玩 我知道 當日過世有忠一憲 麥貝儀陳明恩 RX黃浩邦 和劉爾達大師 行行行 憑飄入場 強積金僱員自選安排已經實施 做強積金話事人 要懂得 第一招 看通看頭 多了解新安排詳情 第二招 拒絕跟風 不要急 設計人轉我轉 第三招 三思而行 決定轉之前要考慮清楚 記住 在戶口裡面 顧完那部分的強積金才可以轉 想了解詳情 可聯絡有關受託人 或打積金拱熱線 29180102 1979 第二招 早安 早安 提起 整天 開幕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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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排代表 沒有排代表 是 答得這麼應 怎樣呢 好似未來這個星期 都頗多事情會發生 有什麼事發生呢 剛剛出了又辣辣 加辣的東西 加上就 禮拜三有財政預算案 人們一向都說不辣 一向都說不辣 因為你習慣了那個程度的辣 你就覺得不辣 人們說那些扭價都是升的 那沒辦法 他都是buy time 買了時間 希望我的措施剛剛好像 失效的時間 美國那邊又開始有機會 加息 如果他又沒有效 又再加辣度 又再買另一段時間 就是這樣的 那為什麼那些人會常常覺得 都還是不夠辣 都說你還是不行的 那你沒辦法的 第一 宏觀環境 廢息 又通脹 供應又不夠 這幾個因素都說完了 已經決定了地產市場 但是 究竟現在駕駛的是政府 還是地產商 還是賣家 似乎 地產商好像說 有些都想幫忙 捐一塊地出來 那如果你真正是 以後駕駛的就是政府 不辣的話 他又加辣 會加 不辣又再加辣 對 一路辣到 辣到你 就直接 夠了夠了 我撐不住 所以 那個趨勢是這樣去的 那當然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那些人說 會不夠辣 其實你真的要想他 不要再搞事 就說 好辣了好辣了好辣了 就是這樣 那大陸那些就是 不是 大陸那些 把股價全部掉下來 是不是 正正